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来到了这一处养鸵鸟的地方 会不会攻击我 好可爱哦 那一只在看我 哎呀 有没有狗哦 他吓死人了 他路过这里 嗨 大鸟哦 哇塞 哇塞 你好 你好 大叔这些都是你养的 养这么多有多少只 没有很多只 没有很多只 我有两个场 有两个场 肉鸟场 所谓肉鸟场就是养到大 送去食掌 卖它的肉 肉啦皮啦之类的 肉跟皮你主要是养殖来卖的 卖来吃的哈 哦 大叔带我逛一下好吗 得 他这个会生蛋吗 也会生蛋哈 他生蛋用酥的孵出来 嗯 然后在小鸵鸟就一直养 养养养养养养这样大 哦自己孵的 然后 小鸵鸟也是自己养的 这边就是小鸵鸟啊 比较小 那边还有更小的 等一下我去看哈 看吧 这大叔养的鸵鸟 都是一个颜色 嗯 小鸵鸟都是这种颜色 大的时候才会变颜色 哦大的时候它就变黑了是吗 哦那边就是黑的 工鸟变黑色 鸵鸟还是这种颜色 哦 哇 好多 哦 他们一般会捉人吗 是会了 但是他捉人不是跟你攻其的那种 嗯 他是只要是 好像跟你好奇了 哦好奇 大夫会把你捉伤 不会了 哦那还是可以了 哈哈 哇 这 天啊 嗯 哈喽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就叫鸵鸟 哦跑那么快 我的天哪 满地都是大便 飞起来了 嘴巴张那么大哦 哦他的翅膀都打开了 你这在是跟我炫耀你的 你有羽毛是吗 我也有穿羽绒衣啊 你以为你才有 嗨 哎这一只真的羽毛打开了 那一只也打开了 哦他是可能是怕我 啊 好舒服哦 风吹着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要靠近我 哈哈哈哈 啊这里来这里来 哈哈哈哈 嗨 嘴巴张得大大的 嗨 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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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的脖子好修长啊 没有戴项链可惜了 嗨 这好高哦 脖子那么长哇 在大便呢 天哪 好了我再去别处看看 哦大叔这样多好啊 他在养养一下鸵鸟 他这鸵鸟是可以卖钱的 他说皮啊肉啊这些都可以卖 好残忍啊 好了 这是他种的菜啊 大叔 哎 他有个个性啊 人家这边他就往你的人这边拒 嗯 就是说人他喜欢其实靠近人哈 嗯 他脖子上的毛好融融的哈 嗯 他脖子上的毛好融融的哈 嗯 摸 可以摸哈 摸脖子 摸脖子可以哦真的 啊 很乖啊 大叔你摸 你摸给我看好吗 你摸 你动作就不要太大太大 他会怕 哦是他会怕哈 动作不要太大 好动作不要太大 他以为你要跟他做什么有功 哎真的我摸到了摸到了 哇 我摸到了 你好高哦 你脖子好修长哦 天呐 你怎么这么漂亮 我们在吃的那个续肠肉啊 续肠肉啊 大部分都是像猪啦 鸡啦鸭啦鸭啦鱼啦 只有我们这个鸵鸟它从来不吃药 它不是它是吃树的哈 吃草 吃草 全部都是吃草 对 饲料这些呢 饲料也有啊 我们要加点饲料 加点饲料 它只要的那个就是吃草料 吃草料 吃草料就像那个 那个牛啊羊啊一样 那像这样鸵鸟的话 它的肉 你说拿去卖的话 这样市场根本看不到啊 市场很少 很少哈 像我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我就 嗯 哦 就是说人家知道你这里有鸵鸟肉 想吃的就自己来买 买回去直接料理啊 对 自己料理啊 哦天呐 这个真的是很少的那种 不像鸡鸭这样那么多 这一两年我们鸵鸟另外有一种产品 叫做低鸵鸟鸡 就整个鸵鸟下去滴 滴出来的汤汁 叫做低鸵鸟 像我们鸡那个鸡汤一样 哦 鸡汤是用煮的 啊我们那个鸡筋是用滴的 哦 啊现在鸵鸟鸟就用下去滴 叫做低鸵鸟鸡 低鸵鸟 现在很多人 就 哈哈 年纪比较大的 它比较不会烹饪啊 这个牙口又不好 比较不会阻绝 哦 买那个鸵鸡一喝就好了 鸵鸟肉好像他们说吃起来像牛肉 我记得我吃过 在我们老家的时候 也是人家这样养的 我有点忘了 很多很多年了 四川省 四川 但是后来那一家也是就像这样 养着养着自己料理的 餐厅没有做下去啊 倒闭了 嗯 可能也不好做吧 也是也是要花很多钱啊 我们 刚刚我讲嘛 鸵鸟就是要一贯产 哦 产销 产销 像这个鸵鸟从出生到长成成年 要多久时间了 一年 一年 一年就长大了 像它有多重啊 这么大 差不多 一百公斤 一百公斤 这看起来没那么大呢 有啊 这很重 一百公斤啊 我的天啊 跟猪差不多了 哦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哎 哎 我有摸到它 嗯 待会我再去看一下你的那种小只的 好吗大叔 走 好 跟着大叔去看小只的 大叔你这里有鸵鸟蛋吗 待会拍一下 鸵鸟蛋 小的好可爱 小的更可爱啊 这个要大一点 我的天啊 哎呀 我要是有地的话 我真的是买来买一只来养的完了 养一只养不起啊 群鸡的啊 哦 群鸡的啊 看吧 这是小只的 可不可以摸啊 大叔 可以摸啊 嗯 大只的可以摸小只的更可以摸 哦 哈哈 融融的 哎 他的毛摸起来像钢丝球耶 硬的 嗨 嗨 嗨 过来过来过来 嗨哈喽 爸叔 进去哈 刚进去他会怕 你站在那边 不要怕 你站在那边 蹲一下他就不怕了 哎他脖子上的花纹好漂亮哦 哎太可爱了 不管什么动物 小的时候都非常可爱 真的 哈哈哈哈 哎 算了不要打扰你们 看吧 这个又稍微要大只一点点 可能月份月龄不一样 刚才跟我合影的就比较小啊 这边只有一只 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怎么这么可爱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鸵鸟啊 我以前看过大只的 哇他的脚 你的脚怎么 只有两个指头啊 脚指头啊 还站得这么稳 不是鸟内都是五个吗 哎不对哈 啊 鸵鸟比较特殊啊 鸵鸟它是属于蟹类 就是两只脚的 两只脚蟹类 它的伸殖器就在体内 所以小小鸟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它是公母 哦 可是它长大了 长大于一定的那个 年纪的话 它公鸟会变成黑色 一般的那个蟹类像鸟类啊 像这个属于鸟类啊 它蟻毛会变 它有一种动作叫做换鸟 换毛 换毛 就到差不多将近一岁的时候 它的公鸟会变成了 黑色 黑色 公鸟就是这种黑色 嗯 一般来讲 鸟类雄性的鸟类 它的蟹类就会比较鲜艳 比较好看 嗯 比较漂亮 公鸟它黑色的 黑色的很漂亮 哦 哦 了解了 了解了 公鸟可以那边去看 那边有两只公鸟 嗯 好 好 你就晓得公鸟的黑色值 好 这是它的饮水机 好了 跟大叔去参观 他说带我去认 公的鸟和母的鸟的差别在哪里 大叔你这个农场好大哦 都是你自己的地啊 对 哇 你这么大的地哦 都是你私人的 对 哇 大叔很有钱啊 做一些有自己的钱 有自己的地 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这样很快乐 这是公鸟 这是公的 这是公的 黑色的 黑色的是公的 哇 这么黑哦 哦 哦 这个母鸟 开始会下蛋 哦 它快下蛋了 嗯 哦 这是母的 这段期间 这段期间开始会 到农历过年的时候 开始会下蛋 哦 这段期间开始 长蛋期要到了 嗯 哇 你翅膀打那么大 看着你我就想摸一下 他很乖哦 他很乖哦 哇 他会认人吗 对啊 你可以认 主人他会认多吗 还好了 还好了哈 你可以照他头部的特写很漂亮 特写来 来 来特写 双眼皮 双眼皮 而且睫毛很长 哇 大美女 美女 啊 哈哈 美女 好了 对啊 你看你主人都说你是大美女 很漂亮 双眼皮 太漂亮了 哇 你在抖羽毛 至于看他的脚 嗯 他的后脚都没有着地 后脚没有着地 啊真的 那为什么呢 对 他只有两个脚趾 嗯 他左边那个比较小的那个小指头 是平衡生理的作用 他整身的重量就在那个大只脚的脚指头里面 嗯 后脚跟又是走低 就意味着 他在走路的时候就是用脚尖走路 脚尖走路 对 用脚尖走路就没有声音 而且一只一百多公斤的鸟 感觉到他左底会很轻一点 嗯 不会让他奔动的感觉 哎 他们原本是在沙漠的哈 对 哦 在沙漠 不是 他是在我们垫着脚尖在走路 哎呦 我又摸到你了 啊 哈哈 他们手机给我拿走了 哈哈 你要干嘛 你要滑手机哦 哈哈 哈哈哈哈 好搞笑哦 来再特写一次哈 我手机抓稳了 你去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天啊好调皮哦 哎 哎 啊 啊 啊 这样拍下很好看 小心哦 万一被抓到口纹 他一下就把你吞进去了 手机他都会吞下去啊 这么大 我们那个镰刀这么长 他一下就 连刀都吞进去啊 你傻呀 会割伤啊 对 你那 不要被他一抓到 他两三下 所以整个手机就吞进去 哦 那我要小心了 看了那个手指 那戒指 戒指 松松的一刀手 戒指也会 哇 还会拔戒指哦 啊 他想说我也想戴 哦 今天又长见识了 天啊 今天学习很多啊 大叔 以前都没有 就是 看一看 这么乖哦 你再叫再叫 慢慢的 这是台湾大叔养的猫 很乖哦 哇 好和谐的画面哦 乖 不用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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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花猫 哦 你就养这一只哈 两只 两只 哦 你还有一个厂哦 哇 大叔 两个厂啊 这个叫饭头 饭头 还有一只叫水饺 还有一只叫水饺 哈哈 看吧 这就是大叔的幸福生活 哦 好了饭头走 这个 这个是大叔的场 然后饲料这些就在这边用 哦 饲料 哦 这个 哦 这个 看一下 哦 看吧 这就是鸵鸟吃的草 木草 种的 我自己种木草 哦 自己种 木草搁起来就长了 像是冬天没有木草 像这种是我们夏天把它清磁的 嗯 清磁的 听到吗 这生开 嗯 这什么 清磁料 清磁料 不是 夏天这种草 因为夏天的草长得很快 我们吃不完就把它收割起来 嗯 切碎 那我们的东西把它淹起来 哦 冬天给它吃 哦 这是储存啊 储备 哦 就有这种味道啊 哦 好好好 我们特色是没有脂肪 没有油 没有脂肪 没有油脂 那个牛肉当然有油脂 嗯 有油脂 就是我们在煎牛肉的话 你干煎可以 它 肌肉纤维里面的油脂就跑出来 嗯 这里面哈 看一下 这种肉就不行 这种肉 它是零脂肪 过年就有菜了 它是没有脂肪 这多少钱一包 不晓得要秤 要秤了 哦 好了过年就可以有 有高档菜吃了 虽然是有点残忍 这个哦 你回去要准备的话 像我们就炒 油用多一点 因为它没有脂肪 哦 好 好 好 这一包630 圆衣鸵 牧场 哈哈 还有更小的宝宝 嗨 小宝宝 你不要怕 不要怕 这是五天的鸵鸟 五天的鸵鸟 一般来讲 它出生以后 差不多三天才开始会学习 会吃东西 这是第五天 五天这么大 我的天哪 我还以为起码都有一个月了 五天而已 哇 那他五天这五天吃什么 鸡鸟 还是鸡鸟 鸡鸟 鸡鸟 不用妈妈带了 不用 不用啊 哦好强哦 天哪生命力好强 好了你们要乖乖的长大哈 我要回去咯 今天在大叔这个鸵鸟园 他这个农场 我学习了很多知识 然后也了解了很多鸵鸟的习性 成长之类的 非常感谢这位台湾大叔 好了台湾大叔谢谢你 哈哈 哈哈